放心, 開麥克風就一定不會講一場了 所以第一宣布起的是什麼呢? 完全被我全盤猜中 之前一千條片沒有出聲 這個點擊落達成也算是勉勉強強有少少 到近期轉了玩具AV開麥克風之後 這個點擊落是直線下挫 哪裏跟阿士一樣 現在每個人看到Wireshap頻道 就一定會說, 哇, 什麼啊? 是阿士來的, 非常正常 為什麼? 開得麥克風, 要說真話 得罪人多, 哪有點擊率呢? 哪個甲籃SARE, 跌得很正常 不怕說什麼, 人們不敢說 即是說中了 好, 做得這些都這樣槍佬 碰碰擊話說句 你也知道我們這些, 閒戲玩的 又不專業, 又不負責任 好了, 第二宣, 為什麼呢? 先拆開這套, 前幾位的人還 貓刮這麼吵, 沒說廣板 不出DX, 很慘啊 但大家看到, 事實上是 一街都是貨用, 水浸街 原來它真的不出這麼精明的, 這麼精靈的 現在是20元 如果它真的出賣, 到時在豆豆城都賣 五六十元, 水賣, 算了, 別管了 好, 說回今天的八卦料 有人發出來了 事先利益申報 那些什麼官方啊 官方那些人物, 全部都不懂 做玩具, 全部都不懂 現在全部都是一個 純粹消費者八卦玩具 因為有朋友發出了一件這樣的東西來 嘩, 看起來都拆了頭 DRIVE的DX版 都齊了, 七十八元強國幣 嚇死了, 什麼事啊 正版散貨 那, 立即就 不斷勾力吹, 吐料, 問和別人溫談 當然, 有人到料就說 看到有人已經買了 買了這些東西 那就還說是, 不適合的 不是留信念 聽著, 未用認實物看過 但是如果當作是真的, 第一個概念是什麼呢? 會不會就是生產商外判被廠做之後 正常來說, 生產生產, 不是一萬件訂單 做一萬件就做多, 不可以貨美證 再加上, 例如 QC 不行, 把貨丟掉 正常情況下, 應該是拿去銷毀的 可能有人逐聲說, 勾了出來, 現在去賣 只是猜測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真的這樣勾出來, 正常情況下 委託去判不住去做B公司 我猜測不懂法律 要追究, 是否應該用偷市來追究呢? 這些就麻煩那些玩具界高手 還有讀得書很多, 有識之詞去分析 法律當然是不懂的 究竟這些是甚麼, 不知道 所以下午繼續跟朋友在網上吹水 看看是甚麼事呢? 各人有不同見解 四仔包就說, 正版, 散貨 四仔包的觸字室就想你了, 他要甚麼讀音呢? 散貨, 還是散貨? 散貨, 這就是廣東話精髓 即是說, 有人拿著很多貨 他現在要錢花, 那我便宜一點 快點散貨, 那我散貨 那我散貨吧 有可能是前面說的那些 可能闖到一些三星的頭髮 或者去, 甚麼原因都不知道 他有些東西灑掉 有朋友在補充, 他的估計是甚麼? 就說, 他聯想到去年16年 說得很厲害, 東莞有一個玩具倉 火粽的東西 那你也知道, 那些東西 還有人借小拿來炒 炒貴的價錢, 知道嗎? 雙倍那一隻呢? 他們說, 沒有貨, 拿著貨, 燒光就沒有了 轉頭那時, 大家也知道 有朋友聯想教你這些火粽的東西 會不會是當時夠火, 淋濕了盒鏈 那些貨, 最所謂 這一輩的人不懂 而以前這些, 我們上一代叫做月下貨 倉的那些, 淋濕了, 燃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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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燒了 那些呢? 我進去這個, 雙灣的連結看過 它就說明是一些沒有packing 的貨 可能會有些脫油等的問題 當然, 如果你真是這些, 風險自負, 說明 我們不知的 不敢幫人買廣告這些, 不敢亂叫人買東西 因為買了很多人, 有什麼冬瓜豆腐 你怎麼負責? 我只是純粹一件事, 八八掛掛 就是這樣 接著是甚麼呢? 其實也令我聯想到一件事 我就因為混在青山那麼久, 不支持 人家會發給我看意知 其實人家官方的觸覺更加敏銳 所以, 你說去年, 它可能是這麼聰明 突然, 出過的DX, 制不過 所以它不出 真是被中了, 現在這麼多貨 那接下來這個DX, 今年還會不會有這個 港版DX呢? 不知 我完全是一個消費者 我只是走路亂點買東西 我沒有內幕了 但是之前, 你知道 日本電視都播完 賣過了, 還有一些貨物走出來 那麼長的時間線裏面 你應該有時候說 入了沒有? 自己也是 啊, 常常都說買玩具 和這個 波鞋和電話一樣 早買早享受 前晚省幾個 那在甚麼時間, 甚麼位置 應該入, 或者入甚麼貨 你自己決責 我們不敢教別人看這些東西 真是, 很危險 就是 最簡單 教你 一出, 買了 怎麼知道 然後轉頭 啊, 這樣啊 那, 那個差價 我哪扁賠給你 我怎麼知道發生了事 有時的東西 那如果叫你不要買 怎麼知道轉頭 沒有貨 貴了 那 沒有貨給你 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這裏 從來不教別人買東西 那就 自己去衡量 對嗎 啊, 這些 唉, 戴上頭盔先 麻煩 好啦, 今天就是這樣 拜拜